小时候都在这边写声 然后都是往这个地方写声 在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法人蔡世英及多位市议员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到中正公园天鹅洞视察 同时宣布希望知秋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营造计划 已经获内政部核定补助5500万元 预计8月发报动工 最快113年年底完工 我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们地方上很多的民众 包括我们的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蔡世英委员 一直在希望能够加速跟争取 那今天很高兴 这个计划能够顺利来核定 那总经费是7100多万 那中央补助5500多万 那希望能够在今年的8月份 能够顺利的来发报动工 那预计可以在113年的年底 希望能够如值如期的一个完成 我想中央跟地方大家一起合作 让基隆能够变得更好 副市长邱佩玲非常开心 林部长兑现林市长的承诺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让基隆更好 这也是鸡市府新团队的心愿 林部长说他来兑现林市长的证件 很开心 因为我来了基隆 也发现基隆的确很需要中央的协助 听到不管是委员 听到市长 中央地方一起一条心 大家让基隆变更好 这是我们新团队的心愿 也很感谢林部长 谢谢 积极争取中央经费支持的立法人蔡世英 也期盼基隆市政府 能紧速完成后续规划发包 让攸关城市改造的工程 能够如期如值完成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其实这一次中央在城乡新负号案子 总共补助基隆大约1亿5千万左右 那对于基隆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作为一个立委 就是要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那未来中央补出款拨到地方之后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基隆市政府 这边后续的相关规划发包 我们应该尽速来办理 那我相信民众都很期待 城市的改变跟进步 那我相信包括市印 包括我们议员 包括市政府这边 大家都会期待 中央跟地方持续来合作 那把相关基隆市城市改造的 相关中央对地方案子 把它如期如值的完成 除了感谢林部长 对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的支持 多位市议员与当地里长也提出建议 我们也希望保留旧文人的一些末保 然后在保留绿地之余 还要保留这些运动的空间 如果说可以呈现出我们的书法制度 以及我们基隆的书法 各个大师大家的作品 我相信这个未来一定是基隆的最大的亮点 这一件事情在基隆市议会的里面 我们是乐观其成 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谢市长 能够加速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 让我们的市民能早日使用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基隆市有山有海 然后包括这几年我们的邮轮也开放了 那之后我们这个希望之秋 会有更多更多的观光人潮 来这边运动走走看看 林部长还有我们蔡委员 还有我们谢市长共同努力 来争取经费 建设我们基隆中正公园的希望之秋 那也希望部长能多多替基隆争取经费 规划好又弄好以后 市政府有些活动要今天办到这里 让大家知道这里重新弄好了 因为这里有地层滑动 跟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优美 生态丰富 还有台湾第一文学步道 与造型各异的亭台楼阁 梁亭与阶梯实柱 还有余幼润等苏法名家的莫保遗迹 未来周边环境改善完成后 游望吸引更多游客造访 成为基隆兼具自然美景 与人文风光的观光新亮点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